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再度獲選後的首次電視訪問中表示 俄羅斯對敘利亞的立場不會改變 法國著名阿爾卑斯山度假地附近 四個人被發現中槍死亡 素以百計的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帶出席被以色列軍打死的武裝分子的葬禮 美國民主黨代表大會上前總統克林頓推薦提名奧巴馬連任 哥斯達尼加發生超過20年來最強烈的地震造成兩個人死亡 泰國政府舉辦首屆呼拉圈大賽鼓勵國民多做運動